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因為我們知道 能死亡的時候 我們的阿拉耶什跟莫娜什他們都不死了 直到成佛以後才會有真正的解脫 那麼在沒有成佛之前 當我們每一次死亡的時候 阿拉耶什跟莫娜什他都是不死的 但我記得好像你有一次說過 我們不能肯定是您說的 您說第七十和第八十在死亡的時候 他也會有感染中華 是您說的嗎 所以我想希望您能解釋 比較詳細的解釋一下 我們可以這樣子理解 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了 我們前面講到了光 光有光譜 光譜上面有科間光 布科間光 X光 虎外仙 噶馬斯仙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的光 這些所有的光叫做光 這個就叫做光譜 那同樣的有一個叫做食譜 食譜就是意識的是我們剛才講的意識 食譜 食譜我們不是吃飯的食物的食譜 那就是我們的意識的食譜 那食譜裡面呢 佛教就把意識就分了很多的層次了 那死亡的時候呢 就是剛才你提到一樣 有一部分的意識呢 真的是停止了 停止了 所以人就會進入一個昏迷的狀態 但是有一個深層次的這個意識呢 它的活動那個時候還沒有停止的 它還在 那麼這個這個意識啊 從某一個人的身上 然後呢 它會一直 它會就是 抑制到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生命的載體 比如說一個身體 那它會就 它會從另外一個 這個 比如我們可以這樣子講 任何一個生物 在生物學上講 任何一個生物都是這樣 比如說一個植物 那植物的中子的這一部分 它就落在地上的時候呢 其他的比如說 花椰子 還有就是這個植物的葉子 這些呢 就最後就是變成了塵土 就沒有了 不會繁殖 但是就這麼一個小東西 植物上面的 這叫做中子 這個中子 有可能是被風吹到另外一個地方 或者是有可能比如說蜜蜂 去這個菜這個蜜蜂蜜的時候 就帶到另外一個花 花朵上面 跟這個花朵結合了以後呢 然後就下一個 它變成了一朵花 或者是森林 或者某一種植物的中子 被風吹到從這個山 吹到那個山 然後呢 在那個山 就是正好有這個 另外一個這個生物的植物 跟它結合了以後呢 然後它最後就變成一朵花呀 一棵樹呀 所有的生物都是這樣子 在生物學的角度講 都這樣子 那麼我們人 也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也是生物的一部分 所以呢 人的這個 比如說我們的身體啊 皮膚肌肉 這個骨骼都會歸途啊 變成了程度 但是人的這個 這個精神的這一部分呢 它就會 它是一種能量 這個能量 離開了這個身體以後呢 雖然我們的眼睛看不到 但是呢 它就會結合到另外一個 有心的無 無心的這個意識 結合到另外一個有心的物質 然後又變成了一個 一個這個生命 所以 在這個中間呢 這個就是這個阿賴耶什 阿賴耶什 它是 它是 從一個人的身上 然後呢 就走到另外一個人的身上 然後呢 這個就是形成了一個 生命 這樣子 那中間就有一個 這麼一點點的時間 是非常非常 比如說 一秒鐘的萬分之一千分之一 這樣子的時間呢 就是有一個 短層的時候 短層的時候 但是這個 對一般人來講呢 我們根本就感覺不到死亡的時候 啊 修心人呢 他就抓住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機會 他從這個當中呢 他就解脱 有可能是有解 他如果是之前有這個真無的話 他可以在這個時候是可以解脱的 嗯 對對 這個叫做中英解脱